我每天早上呢 大概就是起床之后呢 我去做个早课 事实上我做个早课 也是在做一些 丹田呼吸的运动 在做早课 我在运动的时候 就把这些气功腹筋 把它运用在里面 但是有形无形的 就把它呈现在 我的生活的运作里面 这个运作的话 对我的设计 绝对是有帮助的 我的早餐事实上 也是很简单 大概就是一个苹果 我们西洋有一句话说 A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 我觉得这个还蛮实在的 就是中西通用的 你把它这样顺顺去吃完 再配合器的运作的话 事实上你就可以 把你的一天的那个 开关就把它启动了 事实上我们讲设计 反而是说 对生活的融入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把这个五行运作 这种古老智慧 融入在这里的 其实我做设计 或做建筑 就是从内部开始之后 自然成型 不是去雕琢的 是自然成型的东西 才是比较重要 讲这个微风水 可能我是第一个 比较提出这个想法 其实这个微 我是把它认定 就是一个细腻深入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说 我会用五行来切入 因为五行最贴切生活 就是以我们基本的风水 八卦来形成这个五行的 自然的运作的理念 空间有空间的磁场 材质有它的材质的磁场 在五行之中 转换它的磁场 转换它的空间环境 转换之后 那你人的转换 跟着就是人的风水好的话 就会带着我们 我们住的地方风水也好 风水也好的话 就会跟着这个 一个正向的循环 就是希望就营造成 我的正向的循环的力量 在你的生活空间里面运转 方圆天地闲事尽 水木兰居运五行 一行一丝一空间 心随进转 意随行 这栋建筑物呢 就是五行运转的理念 在此运作 我们建筑物这个 在整个布局跟配置上呢 入口的话 就是有个生态池 它是个水的开始 水生木 我的木有须跟石的木的元素在上面 我把这前面的树影 倒影在我们的格栅上面 木之后呢 木生火 我们的火形在这里 就是一个老鹰展翅的 一个翅膀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火形的代表 一个力量的展现 火生土 土的话 我们就是有两面 就是有好几道的 完整的清水模组墙 再把吸收我这个火形 所带带的力量 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土地里面 接下来呢 土生金 就是我的路口跟侧面 有个椭圆形的造型 椭圆形也代表一个 中西融合一个金形的代表 外观的一个运作上呢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不断地循环着 正面你要在这个不断地循环着 我们进入到这个柜台的正对面呢 就是有一道自墙 这栋建筑的所有理念 这个在自墙上呈现 木 火 土 金 水 里面所有的房型就是 它属于有木的属性 火的属性 土的属性 跟水的属性 它属性里面所代表的一些意涵跟空间的意境 都在这里把它做一个陈述 我们大厅的地平呢 是水磨石 它里面的石头是经过五行配笔的配方研磨而成的 在每一个地平里面都是有一个非常残意的一个图案在上面 一个禅风的人在这边做祈祷 我的房型的秘密就是金水木火土 因为我觉得音乐对整个影响蛮大的 所以我也用工商绝职语 另外这个是来做房间的秘密 这个是一个木生火的一个主要的形态 这个木要有水生木的话 我们一进来有个水木帘 外面有布置一个白水木 淡淡的一个水气带动这个木的滋长之后 然后火气 那个我们那个火的形状旺生 天花板的纹路 它就是那种云朵的纹路 事实上云带我们五行里面定义 它就是带水气的木 所以在这里一个很温暖的能量在这边运作 而且是内外相互运 这叫房型就是雅 雅是属于水型系列的一个房型 鱼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形态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些鱼的浮雕还有帘子在这里做的地方 其实这帘子稍微有点风的话 它就飘飘飘飘的 有一种鱼在游的感觉 清水木土料上面就有一个湿池在里面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石 这两边有个大露台 这边都可以看到这个是衣镜 因为这对面是熔暖毯 如果真的有白云飘过来 就是真的衣镜在里面 所以这里的房间条件上 基本上就是又可以符合湿池路径 又可以有五行相声的运作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我们做设计的不需要去发明东西 我们要去发现东西 最多全然在自然 这个因子就是我们设计的全员了 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风水里面 最重要一个蛮基本的概念在里面 并不是那么死 所以我就把风水当作是设计的全员 我在国内是学工业设计出去之后 到国外学建筑跟室内设计 然后当然回国之后呢 也是有因缘聚会 有接触到就是一些 我学的一些东西 我把星星跟金刚经整个都能够收读 结果我真的发现就是说 金刚经里面讲的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跟我一些国外 不管是国外理论 像我举例来讲 Less is more Fone follow function Bellin and humble 这些东西的话 也是西方建筑里面 不管是什么风的 大师他们长提的这些东西 竟然在三千年前 这个我们中国金刚里面 就有出现这个想法跟做法 我们可以把风水弄那么美的呈现 又把它变成功能化的美的呈现 那是不是就是优雅质感之后 我们正面能量就带来了 优雅质感之后 你是不是过得很舒服 很顺畅就好 当然就不是说什么 一下子就发大财 但是起码把你顺了之后 对不对 事实上对你 对个人 对环境 对大家 对社会国家 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这个就是我基本的初衷 就是希望这个正面能量 在这个空间跟人里面 更和谐自然的发展跟进步